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从2月20号开始启动原厄抗疫公益行动 捐赠湖北省1亿元现金 和价值30亿元品牌传播资源 助力湖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并为疫情过后 湖北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支持 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原厄抗疫公益行动包括四项内容 一是捐赠1亿元现金 成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原厄抗疫白衣天使辅助公益基金 主要捐赠对象为牺牲在抗疫一线的 医护工作者家庭 以及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等 二是拿出5亿元广告资源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湖北品牌帮扶计划 无偿支援湖北省30至50家企业的品牌传播 助力湖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是组织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入选企业向湖北捐赠抗疫物资 捐赠企业在总台换取首期 总额10亿元的等价值广告传播资源 四是用15亿元广告资源 持缘品牌强国工程 入选企业的爱心行动 鼓励企业的捐赠一举 此前已捐赠现金企业 凭证明在总台换取等价值广告资源 经总台前期发动 品牌强国工程入选企业 至今已向湖北疫区捐赠了约15亿元现金 和价值75亿元的物资 证明导使用60亿元的物资源 推运入应该 Petersen 但是叩暖省的物资源